所以你看富皇金字塔 那個兩大一小排列 跟金星的排列是一樣的 今天的Room Tour 全日空 皇冠 全日空 NA的連鎖飯店 今天的房間 等一下來試試看能不能夠併床 今天房間就明顯小很多了 鮭魚 這裡是富山的鬧區 我們今天住的是七樓 對面就是一間小七喔 方便啊 各位那個房間真的是太小了 大家都一刻都待不住 大家就是附近能去哪裡就去哪裡 那我們是想說 因為我們飯店的對面 就有一個古老的城 雖然是一個小景點 然後我們想要過去看看 因為好像有打燈 然後櫻花夜鷹 看有沒有夜鷹可以看 櫻花有倒影耶 這邊好暗喔 可是哇 走進來了 沒有想像的暗 喔 喔 裡面比有冬天 欸我現在這個畫面 超級像那個 玩電玩遊戲的時候 遇到一個任務點 你知道 或者是你闖關然後前面是那個 紀錄點 有個數 很亮 這邊很暗耶 我們現在從另外一邊走進來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城 這邊居然有夜市耶 好可愛的夜市喔 不知道規模多大就是了 這不是櫻桃小丸子裡面才有的東西嗎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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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繞到怎麼 怎麼有玩具嗎 流水的 撈水球吧 很可愛耶 喔喔喔 銅錢燒 可愛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這個好像就是那種 日本的廟會有沒有 日本的廟宇不是都有夏日祭典嗎 我要粉紅色頭髮的 這是那個珍珠美人魚吧 我要代替月亮懲罰咧 人家不是說是狐狸嗎 狐狸 狐狸 喔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很有名的這個 可是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一隻眼睛 瞇起來的這個 欸狐狸在這裡啦 喔狐狸狐狸 狐狸好美喔 狐狸超美的 沒想到裡面蠻多攤販的捏 想到他們 日本現在也流行夜市了嗎 日本一直一直都有夜市吧 沒有 通常這種都會是下白天的 唉唷 這邊好熱鬧喔 好大一攤喔 這是大板燒耶 喔這是大板燒 喔好厲害喔 他這邊外圍有很多攤販 然後裡面是用餐區 你可以買了之後去裡面吃 好熱鬧喔 好熱鬧喔 你最愛的打彈珠啊 因為這個 這些圖案也太酷苦了吧 我當然是要選哈囉Kitty啊 哲啦Amon 哈囉Kitty 怎麼樣 怎麼樣 打一下了吧 打一下了吧 打一下了阿 打五百塊拿來 呵呵呵 你要先放進去洞裡吧 好 欸欸欸欸 欸欸欸 他要點成這樣這樣子的阿 好像有點難欸 4個 7個 9個 這太難了吧 這是玩一個情懷的 你知道 欸 啊 殘忍ですね 哈哈 你為什麼要自己配音 笑倒 好好喔 那個 伯伯還送你這個 只用苦肉雞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很可愛喔 這個要怎麼用 這是要這樣 啊哈哈 是我打你 呵呵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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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傻喔 對 那從這邊呢 居然還可以往下走喔 喔喔 還有橋耶 這個白天人家很美耶 這邊有橋 而且過去好像還有攤販喔 這個橋叫 景雲橋 這個阿培根本 你不知道是不是 欸 不是阿 好多人喔 唉唷 星期五啦 今天星期五 很多人 可是 這裡是熱門景點嗎 這樣 這樣算夜陰了吧 因為有燈 我們只是想要先逛而已耶 沒想到好像別人有洞天耶 哇 好多喔 這裡很多打遊戲 這裡好多喔 很有台灣的感覺 應該是夜市 攤販感覺每一間都很大間 攤販數量不多 可是人很多喔 他那裡寫天使的雞排嗎 天使的雞排嗎 好可愛喔 非常可愛 KAKOI NIC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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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H KAKOI 欸 KAKOI 喔喔喔喔 這排超多人的 很有趣的老闆 他們在比賽 剛剛我只注意到這些攤販 但是抬頭一看 都是櫻花 好美喔 打燈的效果也是不一樣耶 啊如果這裡有開夜陰就好了齁 繼續往前 來跟著導遊走 跟著導遊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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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裡啦 你看 哇嗚 很漂亮耶 好美喔 我紀錄你的紀錄 你 哈哈 我們只是想要來走走而已耶 因為發現這裡好漂亮喔 哇 哇 人生第一次夜陰解鎖成就耶 就這麼的突然的發生 居然是在這裡耶 結果我們直接在這邊拍一封了 真的耶 這個夜陰真的好漂亮喔 燈光打得翹到好處喔 而且今天沒有風 所以它底下的那個湖水啊 是比較平靜的 大家看得到湖面的倒影嗎 這就是硬化的倒影喔 這裡很好拍咧 超好拍的到處走小拍 在這裡就要把手機玩到美墊了 啊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各位你們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出國旅遊啊 我們會自己規劃行程對不對 對 那有的時候就是要有這些 所謂的意外的驚喜 有時候可能我們已經連續玩三四天比較累 那我們就會 其中的一天安排比較鬆散 想去哪就去哪 那也沒有特定的規劃 走到哪裡就是玩到哪裡 就是有的時候可以碰到像這樣子 充滿驚喜的行程 也有可能吃到你原本沒有預期的食物 看到你原本沒有想到的人事物 像我們就遇到了 人生當中最漂亮的夜鷹 真的沒有想過耶 這裡全部都是櫻花喔 然後打個燈 超美的 哇這角度好美喔 櫻花倒影在水中 如果有功能更強大的相機的話 畫面一定會更漂亮 各位我只能說器材不夠好阿 我現在是用手機 三星SS2 Ultra 這個已經是我所能夠調到的極限了 肉眼看起來更精緻更漂亮 剛剛我們就是從城池走這個橋過來 還有經過夜市嘛 這邊很多人也在這邊發現很漂亮的夜鷹 現在我們要改往這裡走看看喔 這邊也很漂亮阿 好滿的櫻花喔 好貓咪的櫻花喔 我們運氣真的很好耶 都遇到滿開 這個真的是滿開耶 一點綠葉都沒有 超貓森 現在富山是體感溫度14度 但是我們的內心 是澎湃的 真老套 是沸騰的 我們走三步就會停下來的節奏 因為這個在路燈下的櫻花 隨隨便便也好美喔 你看各位 那如果我用櫻花把燈擋起來 唉唷這樣透過來了感覺 然後Ember一直在揍我的手 我以為展開 你看這邊 哪裡 你看有的櫻花樹 它的樹梢 喔陰萃萃 天阿 好冷漫喔 各位這個就叫櫻吹雪喔 櫻花它成熟 風一吹它的花瓣就會隨風散落 這也是它 花即將凋零的時刻 當然也是最美的時刻 等一下這個沒有說好喔 我只是要跟Ember說 這個有的樹梢啊 長到底下去了 我想要帶它下去樓下這裡 大家我剛查了一下齁 我對面的這個有城池的公園 叫做富山城池公園 我剛才查的 我問導遊導遊 他也不知道喔 他就在我們今天入住的那個 ANA Crowne Plaza的對面而已 非常的方便 這個角度好漂亮喔 灑櫻花 有人說發現了神秘的地方 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地方快跟我來 這是在河堤旁邊的一個階梯耶 這是應該是別的大樓公社吧 所以進行新玩苦 卡到了 哇 哇 還可以從上面往下看耶 太驚人了吧 哇好清楚喔 太厲害了 我這裡好像才是這個 城池的正門阿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裡面這裡 我們從他的側面走進去 對 我們從他的側面走進來 這裡晚上居然都是開放的 好暗喔 喔 原來是長這樣 我們住的飯店就在這裡阿 ANA 富山 我們走回我們的飯店了 等一下要去對面前面的小七 買宵夜 那這邊呢 是我們一開始猶豫 我們要先往左走還是往右走 這裡是往右走 就會看到這個城牆旁邊的 櫻花非常的漂亮 但更驚人的是 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這個湖面上 全部都是櫻花花瓣 怎麼這麼集中 怎麼這麼浪費 怎麼這麼浪費 這邊如果立腳架有風的時候 陰吹雪到湖面上 非常的漂亮捏 喔 日本真的櫻花寄來阿 到哪裡都漂亮阿 本來因為今天的飯店阿 因為我們是跟團安排旅行社的嘛 那房間都是有旅行社安排 本來今天要來拍我們昨天吃Lawson 吃了十幾樣食物 今天我們飯店對面的是什麼 小七 小七 想要再做一次小七的開箱 結果一進去之後發現 房間太小了 房間太小了 整個就 有點失望啦 心致缺缺了 沒有辦法拍攝 對 所以我們想要出來走走 沒有想到 在這裡遇見那麼漂亮的櫻花海 真的 好幸運喔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之後AMY也要挑戰更多旅遊時速的Vlog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再次看見